台中市省刚乡有名领友障碍手册的陈姓男子染上毒瘾到处惹祸 昨天晚间竟然在吸毒后拿着玩具手枪跑进两户名宅恐吓及强劫 幸好并未成功 警方获报后紧急赶到现场将他压制逮捕 巡后将其一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恐吓取材未遂等罪前移送法办 警方表示陈姓男子38岁吸毒 窃盗前科虽领友残障手册 却已是地方上的头痛人物 因吸毒窃盗已被抓高达78次 昨日晚间疑似吸毒后精神亢奋分分别在6点8点多时 跑到神刚大雅两户王姓温静民宅 手持玩具枪压恐吓取材信号并未成功 民众受到惊吓后随即报警 袁警在稍晚9点就将陈姓男逮捕 大雅分住所长新能强说 陈姓男日前刚出狱不久 但毒瘾没有戒掉 昨日将其逮捕时 陈姓男当时的精神明显亢奋且神志不清 需要两人全力压制才能将其逮捕 现场起初玩具手枪一把 陈贤工程师自己到玩具店购买 陈姓男因精神障碍领友残障手册 有可能因此减轻 在询后已将其移送法办 警方在压制陈姓男后起初的玩具手枪 图风源分局提供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